我們今天要非常高興請到了幾位獎組員 第一位是,我們歡迎他進場好了 第一位房慧珍女士,同學 第二位,許正堂 第二位,莊盛雄 莊盛雄,對不起 當然,請folwer 今天大概是我們第二場 上次大家歡迎報導者 六 지금的故事 其實上次請到詹長全老師來講過 我們今天請到 對於六 préc的故事 談戀了非常多 在網絡上大家也可以看到 關於南峰 誼本書 這本《攝影集》這本《計時報道》 其實也因為這個《計時報道》 擴散了 然後增加了很多對於我們身處環境的一些了解 後來也因為這樣說 跟很多台灣開始更深入的 更普及的關心我們的環境土地之間的關係 然後等一下我們就先請惠君來跟我們講 我們倒序的回去 先來看一下報道者怎麼會對六親的議題繼續追蹤下去 然後接下來進入到南風 然後請中聖雄先生 他先來描述當時南風這個《計時攝影》的緣起跟發想 以及他們遇到的困難 以及他們可以做了什麼事情 他們本來預期的影響跟他之後產生的影響之間是不是有些落差 最後再來請在蹲點的鄭堂兄 他現在還在當地 所以他可以跟我們帶來一些比較勁爆的當地的消息 所以我們現在熱烈的掌聲歡迎黃慧珍小姐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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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后来大家就吃到苦果了 对就是当时其实就是 会有很多的那个 脸孔留下来了 就是其实当时这本书 对我的一个最大的就是 很多其实是一些 我觉得就像陈映珍 有一个小说的名字 叫凄惨无言的嘴 就是其实是一些 就是我觉得他们 不知道怎么样可以发出声音 然后就是 就是拿着他们亲人的遗照在那边 就是非常多这样的脸孔 他其实就是 可能最后有很多那种 比较科学的数据啊 或什么样的东西没有留下来 但是这些东西就留下来了 好那就是等我后来到了报导者 我自己要来做这个六青的报导 是在去年的时候 因为去年的时候 我们大概就知道今年 2018年是六青营运的20周年 正式开始营运的20周年 所以我们大概从去年的春天 就开始做这个报导 然后去年的夏天我第一次 我之前突然写过书评 但我其实还没有去过台西村 我第一次去到台西村 然后见到那个 那个许正航大哥 然后还有他的父亲 就是那个徐阿伯 对然后那个时候 其实这个六青的报导 对我而言也是一个非常漫长 而痛苦的马拉松 因为我就是他里面有两篇 比较主要的文章 就是讲那个空气污染的检测 或者是讲那个 六青怎么跟学者 因为今天其实在场 非常多工位领域的 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很了解 就是六青怎么样跟学者 跟有一些他所谓的御用学者联手 他们去制造很多的 那个科学的烟雾袋 所以可能就让三长权老师 那种方敏杰老师 这样比较有那种社会责任 社会良心的学者 他们做出来的研究 就是会被淹没在 在这一大堆似是而非的这些 根本不严谨的说法里面 好 那我其实 我其实在处理这整个的过程中 我其实非常的精疲力竭 而且其实真的非常非常的痛苦 就是他里面的那个科学的门槛 不管是在 不管是那种环工体系的那个 空气检测 就是其实你要去挑战环保署 挑战官方的 他的一个标准方法 那或者是这种 这种工位 这种流行病学 到底是那个台亚 姜常学老师讲的对 还是陈大理李俊章 就是这个其实在许多国小 青春世界里面非常的纠结 就是如果大家 其实可以再去看那个文章 所以我整个其实纠缠在里面 然后采访 采访的人非常的复杂 然后采访的东西非常的专业 其实我整个人有一种快要灭顶 快要那个 你没有办法透过气 你觉得这个马拉松 你根本就看不到镜头 你觉得这个题目太可怕了 你觉得就是 就是你就觉得 我当时看南风把那些东西跳过去 那我现在就要自己就要来承秀这个苦果了 好那去年7月就是第一次到台西村 然后就是见到许正堂 然后跟他的父亲 其实那个时候我就一下就被他们迷住了 就是其实在这个报导里面 他会有非常多复杂的这种细节科学数据 但是我觉得后来呢 后来把我继续留在这个报导里面的 始终是一些人的面孔 好就是就是像其实为什么哲学星期五 我要每次都是要让底下的大家 做一个自我介绍这样 你今天为什么来 就其实我刚刚也非常仔细在看大家的脸 大家的面孔 就像刚刚有一个同学是从高中中山大学 因为我上个礼拜五是在中山大学有一场 就有一个他是那个林园 那个其实高雄的那个石化污染更严重 他是那个林园的那个石化区的那个区民就来听 那他其实也没有讲什么 但是我看着那张脸我就 我就突然就决定说 我要继续把这个石化的题目做下去 就是我接下来其实就打算要去做高雄的 所以有时候其实我觉得就对于一个记者本身 你做任何题目 有时候其实就是就是就是一个在地人的一个面孔 所以当时就是去了之后 我大概是在12月的时候就是 因为我其实一开始都是在处理 天天非常复杂 我并没有打算要去做这个台西村的比较敦点的 因为这是我们的报道里面选了三个地方 就是有所谓的北台西跟南台西 北台西他其实就是台西村 他在彰化县大城乡 就是跟六金只隔着一个卓水溪 好南台西他其实是云林自己的台西乡 然后他是一个乡他并不是一个村 就这两个台西其实就是会很容易被保困 但是他也就是然后我还选择做了一个卖聊 好的我其实本来因为原先在处理 但是已经非常累了 我原来没有打算要去做这个人物敦点的部分 但是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去见到了许政航 然后许阿贝 然后也加上前几年就是南风那个摄影集 留在我印象里面那几个脸孔 后来我就决定要进去做那个蹲点的工作 那我进去到台西村的时候其实是已经是满晚了 就是其实是我前面的那一些比较复杂的采访都做完之后 我最后决定要做这个 大概是在12月就去年12月的时候我进去蹲点 那个时候其实是一个东北季风非常 就是那个吹东北季风的季节 然后整个村子里面其实显得非常的萧涩 因为那个风真的非常的大 就是因为台西村它是一个风头水稳的地方 那个风非常的大 然后但是但是其实这个季节 反而是这个村子里面就是里面的人他们可以稍微 你会看到他们其实就会聚在外面聊天 其实都是一些老人的就聚在外面聊天 就是非常的讽刺的时候 就是其实这个是一个原本来讲 应该是一个不舒服的季节 因为那个风非常的大 可能有一些那种有那种风湿痛关节痛 可能都会不太舒服 但是吹东北季风它就能够把污染都 就是能够把那个污染都吹走 然后你就会看到浊水溪的南岸 就是那边是一片那个雾蒙蒙的 就是因为其实这几天也有这样的新闻 就是在抗议那个极极浪荷叶 它把所有的水都揽起来 所以到了冬天的时候 其实那个浊水溪的出海口 那个沙尘暴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就看到南岸就整个笼罩 在叫那个沙尘暴里面 好那就站在堤房上面的时候 其实堤房旁边就有一栋 就有一栋废弃的屋子 它是大概三层楼 其实在台西村里面 你很少能够看到超过两层 两层楼高的房子 它就是它是比较难得 但是它已经废弃了 然后它那个屋子里面就是 那个屋子就是 它连门窗都没有装上去 它就是 它这个门窗都是裸露的 就是反正就是一个 很像那种茅梯屋 就裸露在那里 那后来是听许正堂 他们的说才知道说 这个房子是当初六星要来之前 村子里面的人其实是非常 就是其实有一些会想要炒地皮的 他们其实非常的关心鼓舞 就是啊这工业区来了 我们这边可能土地会开始涨啊 然后这种六星的员工 他们可能也会想要买房子 所以就盖起了那种房子 那后来那个房子盖起来之后 但是也还没有完全盖完的时候 六星的员工就来看了 那一看 因为这个房子就在堤房旁边 就是那个你爬到三楼 就是大概那个时候还没有 六星还没盖起来 但是你就可以看到它整个的那个预定地 然后那些员工就说 我们不要了 我们都不要了 就他们其实都要住的远远的 好所以那个那个房子 那个废弃的房子对我来讲就是 这个这个地区给我一个很 呃很强烈的这样的一个象征 然后呃住在这边的人到底 到底是过着怎么样的生活 好到后来其实呃就是污染来了 但是这种什么地皮都没有吵起来 好那这一次呃 我其实进去里面做了几个采访 就是 大家也要非常感谢就是呃 许正堂跟许阿佩 他们可能真的就很像当年 带着钟正熊那样子 就是因为其实我 我的那个台语是只会听 但是我说的非常的不好 所以其实在村子里面 就是要靠那个许阿佩 他就是要带着我 然后或是许正堂 带着我 然后就是就是各家各户去去问 好那其中呃 其中其实我我我们去采访的几个人 就是前几年大概在那个呃 四年前吧 就南风里面曾经采访过的那些人 好譬如说有一个就是叫许玉兰 他是在他是他的丈夫是就是得癌症 然后后来呃来台西医病 然后后来但是那个医药费非常的庞大 后来都没有办法负担 所以后来他就是他们就被那个医院请出来 然后又回到台西村 后来他这个丈夫为了不要连累家里人 然后他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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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自杀 好就好像就留下来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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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霜吧 好那就是我们去看他就是他其实是自己独居 在一个很矮的一个房子里 然后里面的那个灯光非常的暗淡 那就是进去那房子里面就看到他的他的那个墙壁上就写了一个西港派出所的电话号码 就其实那个呃看起来是有点心酸的 因为后来才知道说哎他有一天就突然那个有那个眼镜蛇跑到他的屋子里面就是就是咬就是就是把他咬了 然后后来他就是他就是那个住到医院里面好 但是他就他去住院的时候又有小偷就是进来要进来这个 因为可能就知道说哎那个人就住院要进来要偷东西 但是翻箱倒柜根本也没有什么东西 所以后来就是警察就是会固定来寻 然后就是在他的场地上写的一个那个派出所的那个那个那个号码 好所以这个偏乡他其实跟大部分的偏乡一样 就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独居老人这样的一种 但是他是他这个偏乡又不是一般的偏乡 他是一个就是是一个环境污染下的一个难民 好他环境污染下他没有办法离开的一个难民 就其实是一个那个更加雪上加霜的这样一个环境 好所以这样的人就是其实你回去翻他前几年在南风里面的采访 这样的一个独居的他其实现在都还经常要上台北看病 他因为经济条件不好他就是要搭桶年就是身体已经很不舒服了 还要搭桶年然后当天来回台北看病 好对他不像说不像说我是一个我是一个记者 我上来采访我可以坐高铁然后可以报仗之类的 就是是这样的经济条件的人 好你就会看到他前几年他其实长到他的丈夫 就是他的那个为了不要拖累家里 然后可能去自杀的这个丈夫 他都还会哭 但是这次去采访他的时候他已经 其实他脸上面没有什么表情了 就是已经整个是那种铺没有眼泪的那种就是那种很 就是那种很麻木的感觉 那其实这次除了他之外还有采访另外一个叫做 叫做许万顺的就他其实在之前那个反国光石化 因为之前那个就是许正航的妹妹许立仪 他其实是反国光石化的一个很重要的运动者 因为国光石化他其实是如果盖成 他刚好就会把这个这个大臣夹在中间 就是等于是那个大臣就是北边有国光石化 南边有六斤就整个夹在中间 就更是一个污染会更严重 好所以这个许万顺他其实本来是种西瓜的 然后他那个时候在反国光石化的时候 他其实也非常也是一个 其实他跟刚刚我讲的一个许玉兰 他们同样都是一个原先是非常比较积极的抗争者 就是那个许万顺他都会出来绑很多那种抗争的棋子 然后他们那种有任何的抗议都会去的 好那这一次在去采访的时候呢 就是那个许真航带着我 他就到这个许万顺的田边 然后就是我要问许 就要用我那种非常笨拙的台语 就要问许万顺 那六斤到底怎么样土壤或怎么样 那我觉得这个对于我说这个漫长的马拉松 其实每一个进来的 譬如说之前可能有阿朱 我后来进来接了这一棒 对我们可能就只是一个过程 就是我们做完了报道 我们就会离开了 我们就做其他的报道 但是对于里面的人 他们这个痛苦的马拉松 是有无止境的 就很像那个什么墨皮丝环 是不是有无止境的 就是一直会有记者进来问 乌染到底怎么样 你这个村子里面又死了多少人 然后那个增长学老师的研究没有用吗 各种各样的 但是就是这些问完就走了 然后这种问题就是持续不断的问 所以我当初去问那个许万顺说 我又要问六斤 但他是因为那个许正堂的关系 他其实才就是 才比较愿意回答我的问题 但是他都有一种很觉得很 他就说又要问六斤 他说问有什么又 他就是有一种很 有一种就他很不想要讲 很不想要继续再讲这个问题 好那就是在南风之后发生了什么事 在南风那个时候是 许万顺的 他的好像他的爸爸 或者是他的哥哥 把他们他们家已经有几个癌症过世了 但是在但是他那时候还是非常的 非常的会 非常的那种激昂出来反抗的 但是在那个之后 是他的妹妹跟他的女儿过世了 就是在南风之后 所以他已经他已经连讲都不想要出来讲了 譬如说 呃那个时候有话好说 其实去呃去到那个台西村的时候 其实那场我也有下去 那因为那个其实是一个蛮难得的场合 包括那个呃 那个彰化县道卫民谷都来了 那其实上南边的台 那个云林的台西的自重 就来了非常多人 但是在彰化大城的台西 其实上去讲的人就没有几个 其实基本上就是那个 就是许阿伯 就是许正堂的爸爸 你就看到他们其实都不愿意讲了 但是他们在隔天 就是那个节目的结束之后 隔天他们就会聚集在那个 许阿伯家里的客厅 然后去去去去去去再去干谣 或什么之类的 但他们其实是这种公开的场合 就完全不会讲了 所以你看到这样的一个痛苦的 无止境的一个轮回 然后在里面的人 他们怎么样从一个 原先是大家会互助 原先是大家会呃 就是帮忙各地的抗争去绑户条啊 或者是甚至那个搭游览车上来台北抗争 但是到最后就是就是 呃又又回复到一个呃 就是凄惨无言的罪 就是又回复到一个 他他不愿意再开口了 或者是说呃再开口有什么用 或者是说其实你你越去越去讲那些事情 只是把你的把你的那些伤头一再一再扒开来 或者是说人总是要过日子的 就是你你会有一种自我的那种修复的机制 就是会让你的感觉变成麻木 让你的感觉 就是不要变成那种敏锐 你才可以继续好好过日子下去 好所以就是呃当初呃所以就是 我觉得就是当初我选了这个台西村 去做的这样去做的这样的一个敦点 去看见这样的一个面容 呃所以我才会知道说 其实呃你每一次去采访 你可能为为着一个一个记者的 所谓自己的公平正义 对但是你每一次去采访又离开 然后呃到底到底这个这个问题是能不能解决 或者是说他可能好像这次的报导者的 报导出来之后其实有呃其实我们这次其实原先 非常害怕被告就是被台素告 但后来他们他们目前还没有来告啊 但将来不晓得 但是后来有一批哨音就是台素他大量的就是去 用置入性行商买各媒体的 各媒体的这个新闻就是有些媒体的新闻 你看起来就会很像 他就讲到台素的那个卖寮港 完全没有污染啊里面的里面还有什么珊瑚 招呼之类就是会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新闻 就是全部又又洗了一遍又全部洗了一轮 然后然后报导者就是呃我记得那种看 看有一个朋友在脸书上他就说 这些这些收了钱去做置入性新闻 其实应该要分一点钱给报导者 因为是因为是我们的报导去肥了这些其他的媒体 好这看起来是很悲伤的 但我始终觉得说我觉得还是回到今天这个标 你说到底到底有什么用到底有没有用 那我会觉得说他其实就像一个马拉松 可能阿松跑完之后我接了这个棒子 那可能之后之后也可能来接我这个棒子的可能就是在座各位 那其实常常也也因为其实像这一次 呃六星之后其实我们去做了非常多的座谈 去台中去云林然后上礼拜去高雄 那你其实会会去遇到一些当地的人 那有时候其实就是看到的是这些面孔 记住了这些面孔 他其实就就能够那个让你朝下一站 对下一站可能是高雄的污染 可能是台可能是台中或者是土里的空污 让你往下一站去 但是你你会非常清楚知道 可能是没有尽头的 而且可能是会有更多的 不管是资本的因素啊 或者是各种各样的因素 他他其实就是会 会让正义没有办法实现 会让居民还继续受苦 但是但是我觉得 呃我我我觉得我还是比较乐观的来看 就是是一个漫长的 大家彼此去接棒的一个马拉松 好那请盛琼先直接开始 带一下 那个都会睡着的大朋友小朋友小 因为我刚刚看到那个圣坤的学生已经走了 所以我就先讲结论 我怕人家有点要先走 然后 我要讲的没什么条理 我会跳来跳去 第一个就先讲结论好 我就说 地址报导会带来什么改变 第一个就像惠琼讲的 我们花了台数很多钱 而且没有到我们身边 但我们确实的花了台数很多钱 比方说 呃 南风出来没有多久的时候 我就听说 台数的高阶的主管 去了大城乡 去找个大城乡乡长 然后大城乡乡长 大城乡以前是没有得到一毛的非常费的 一毛都没有 可是在南风的报导出来之后呢 大城乡乡长 就见到了台数的高阶主管 最近呢 这个东西是公开的 最近呢 大城乡得到台数捐款的 六千万元 四千万元 四千万元 其中有六百万元呢 是乡长这边 特别 特支费 六百万 超爽的耶 南风那时候 半岁以等出果分 举着感知 做到腰包的耶 你懂吗 我们版罪这么多元拿下来的多少钱 是 那反正我们就是花财数很多钱 对 再来一下 第二个呢 南风化好之后呢 曾堂全老师他以前呢 只有在云林县接了一个健康风景调查 他规模的调查 章话现实 总没有问过他 因为过去 在谈 六千的问题的时候 从来不去谈章话 大家都只觉得说 你知道这个逻辑很白痴很低的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过去 其实大家都在想 就是 谈六千问题的时候 我们整个去谈 麦寮 整个谈 台西乡 整个谈 云林 那章话就在旁边 却没有话语权 这不是很白痴吗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过去就是没有 所以后来呢 在南风之后呢 因为我们把这个焦点 重新拉回状况来看 那反而 我觉得像 我觉得对台乡来说 感觉他也是被问了一个很意外的问题 因为他过去就一直会告诉你说 当地的居民出来抗议 我就跟你说 我为地方带来多少繁荣发展 对不对 我带来多少工作机会 然后我到这边房价涨 怎么样怎么样 姑且不论这些苦难的话 就是 因为台西乡 所以因为大神像 因为彰化的新南角 他其实同样承受了污染 他同样承受了这个发展的代价 那他得到了什么好处 我记得我去访派做的时候 我就问他这个问题 你告诉我想要牺牲就必须 你想要得到发展就要有一些牺牲 那你告诉我 我拍的 我访问的这些人 他除了承受代价之外 他得到什么好处 然后他就撒出 他没有办法回答 因为过去从来没有去问 彰化线可以得到什么 对 所以现在大神像长得到六百万元特殊费 后来呢 呃 赞上天老师呢 他也得到了彰化线政府的委托 去了台西村 去了大神像做了两次的手写的调查 去看台西村民里面 他血液里面的重金属成分有多少 那这个东西呢 在过去一直是一个问号 大家就怎么去讲说 啊 身体变化一定是怎样怎样 没有人有证据 现在有证据了 这是一步一步来的 然后第三个很确切的 技术报导带来的影响呢 是曲政党失业了 他以前呢 是一个有正职的上班族 然后也是一个主管 然后现在呢 男方出来之后呢 他就说 他就跟他老婆说 我不是这个艺术家 我要当艺术家 我要做技术报导工作 所以现在就是一个技术报导工作 现在失业了 他现在要吃饱笨 所以你就是说 技术报导 有没有力量 能不能改变世界 呃 有啦 都有 对 然后 有一件事情 我跳得讲 我跳得讲 刚刚有一个 云林来的陈医师 躲过了自我介绍 陈医师 有 来来来来 要啦 你每次都没有讲话 我绝对要求你上来 陈医师 你在干嘛的 我在做病理 医学的研究 你在哪里做病理 我在云林若晟 若是医院 若是医院 但会不会 不会好 那你自己有觉得 你看到的病理 你的身体感觉 我靠去实践天最喜欢用的 日常 日常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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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的 我每天都在看癌症 在写人之间看癌症 特别有很多海线距离 非常多的癌症 不只有肺癌 还有很多膀胱癌 膀胱癌 当然早期是跟地下水 有关系 早期五角病地区 不是有很多生 但是因为这种饮水改善以后 剩下就是很多包括空气 带来很多 空气市场 很多的盘放 还有很多的地下水 各种种 都有这些关系 所以 可能有机会讲的 有办法 如果实践方便的话 我唱一首 不用唱的就讲得好 那我会再去你 做报导跟做圣语报导 以及一本书 它可以把人结结在一起 过去我没有机会 接触到陈医师 他不是一个知名学者 知名医生 过去也从来 在做環境报导艺的时候 从来没有人问过陈医师 可是有的书 有的报导之后 有的大家可以聚在一起 就像今天这样 你们可以认识很多人 于是我们就知道说 每一个人在一个不同的角落 他都可以做些什么 你未必是要做报导 你未必是要做事情 人终于找到可以做的事情 而且我们互动互动 人只有 没有资源的人 只能够直接在一起来 去做些什么 然后陈医师跟我讲了一件事情 我认为非常重要 但其实也不重要 他买了很多本南风 你买了几本南风 你买了几本南风啊 我还送给副总统 送给客帝 你买几本啊 好多本 很多本 数不清 他跟我说 他有一次啊 他就跟我说 诶 那个 我之前有买很多本南风 我有去送给很多人 其中 有一次我送给 你是不是送给赖金德 对 我都送给赖金德 他就说他送给赖金德 然后他就说呢 他有一次就是 诶 叽叽妈妈 你就见到赖金德 他就 掏 掏出来一本南风 小叮当 这样 掏出来一本南风 就送给赖金德 然后赖金德呢 后来呢 赖金德呢 又遇到他 赖金德呢 这个也是蛮厉害的 他就跑去跟陈医师讲 他就记得他 他就说 谢谢你送我这本南风 我看了 我觉得很感人 这样 所以呢 现在是我们检验 赖金德 怎么对待赖金德 怎么对待赖金德 的态度的时候 理论上是这样 但他前天好小说 那个没很干净 对 所以 我觉得他也看完南风了 我们现在怎么去 检验他 对待石化业的态度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重要的 至少他不能够跟别人说 他没看完南风 阿科技也看过了 对吧 然后 一直在鬼扯 我不知道怎么讲到这边 然后我觉得 我觉得对我来说 做 做南风这件事情呢 我没有打算要对抗 台塑 应该说 我要对抗的并不是 一件很大的工厂 这件事情 因为 慧珍一开始 因为他第一个奖 他就把我梗 那个马拉松的梗 拿走了 从过去 从过去 慧珍在报道者刚开台的时候 他写了一个很好的报道 在谈 后进的武器 不要费长的事情 好 一直点头 那个就是报道者的忠实比 最后 然后他说他写了武器 然后现在还写了六七 接下来他还要写大力 就是一个石化业杠上 你看从后进的武器 然后到前几年的国光石化 到后来我们开始在谈六七的事情 我觉得我一直要去做的 并不是对抗某一个产业 或对抗一个工厂 我觉得我要对抗的是 这种微发展至上的思维 我们的经济发展 是不是永远只能够建立在这种 践踏别人 践踏弱势人的方式 一路踩上去 我觉得我要 板杆跟对抗是这个东西 所以那时候开始做南风的时候 我现在很后期要印书的时候 大家有看过 有一些人有看过南风 你放开第一页是什么 有人记得吗 那些说看过的都是好笑的啊 放开南风第一页叫做献给故乡 那当时在讨论的时候呢 本来就说要写什么 然后阿棠就说 借给台西村 因为他是台西村民 他在台西村长大 他说借给台西村 我就想说 一个是我又不是台西村的人 一个是我觉得 对我来说 那些承受发展的 苦果的人的眼孔 是很接近很相像的 所以对我来说 台西村并不是一个特定的村子 台西村是一个 台湾被牺牲的偏向的所以 而这台湾所有一切 我们这些人 其实都是从这些地方出来的 被牺牲的都是那些故乡 所以我觉得 更好的词是 把它献成故乡 这个故乡可以更大 它不只是台西村 它不只是账号 不只是原地 它可以 它其实就是台湾这边的地 就是 这个逝去的 可能会消灭的 不会只是一个村子而已 它会是很多村子 很多的乡村 它会是我们这一片 很可能被我们告别的 所以 我觉得 要对抗的是 这个东西 那 要对抗这个东西的话 怎么去做 就是 我一直在偏离我的轴线 就是 这里有一些中国朋友 你们知道卢广吗 卢广 中国最好的摄影师之一 他之前拍了 关注中国污染 你们知道吗 好 回去做功课 好 卢广 中的卢广 我在 当然这个国泰大哥一定知道 对不对 这里有国泰大哥在 我们就不能够乱讲话 卢广 我记得在我学生时期的时候 看了卢广拍河南的艾滋村 然后 他当时有一张照片是一个很年轻很年轻的少女 然后他的血是 他的手 他就用双手捂着他的脸 然后他的手是完全变黑紫色的一张照片 我完全 我看那张照片的时候 我完全不会想知道 不会知道他在讲什么 可是我会因为那张照片 我不会很想知道 这张照片背后到底代表什么 或者像 我很喜欢的一个包小摄影师 他叫做 James Naturally 他有次拍了一张非洲的肖像 是一个 类似莫斯 然后在 就是床上躺的一个人 看起来是垂死的人 然后 床上有类似白色的人 这样这样 然后一个 一个看起来是医生还怎样 他就是在 抚慰他的疼痛 也有可能是在送他走 我觉得 我觉得 悲剧其实每天都在发生 然后 在我之前 有非常非常 在当现在也是 有非常非常多很优秀的 在写环境问题的前辈 在写社会问题 写社会运动的很多 非常非常多的前辈 那 可是他们做了很多年 努力其实不容易被看到 比如说他今天就告诉你说 今天什么地方 什么 有机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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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 物 VOC VOC 最近那个中国之声音 叫VOC 对不对 VOC 有毒啊 VOC 他就告诉你VOC超不了多少 什么东西 重金属含量超过多少 什么台西村的人写液理的重金属含量 是一般人的VOC 写这些数字你真的没有感觉吗 你没有什么感觉 可是 我那时候就在想 一张照片如果真的要能够遗憾 我觉得照片其实能解释的东西 你要说多也多 你要说少也少 可是至少他有一个最简单的功能 就是他可能可以吸引到别人去看你的意义 而 我去了台西村之后 我会觉得说 这些人死的死病的病 他们就是 就是你知道 衰小啦 很老名 死在乡下 没有自愿的人死掉是 不会被看见的 那我就会觉得说 这些弱势的人 一辈子承受这么多东西都白死了 我不想让他们白死 不想让他们白死怎么办 OK 我就想到了说 我可不可以 把他们的问题 在台北谈 在最靠近六星总部的地方谈 所以我就想要去拍这些 受难的人的肖像 我想要去把他们的脸 把我搭搭了 你就看着他们的脸 你看着他们脸的时候 你跟他有个人接触 你就有可能去想说 他这个人很像我的某个亲戚 我在乡下的男孩就是这个样子 我某一个孤活就是这样子 我像某人那个谁卖面的 他就是这个样子 他就是你我身边很像 会接触到的人 他就是那个你过年回向 会接触到的人 我就是要告诉你这件事情 你不要以为那些来 是中南部的污染 只跟中南部的也有关系 他其实台湾 他妈妈就这么小 他随时候都会跟你有关系 他跟你的亲戚有关系 而你的亲族 当你会开始去考虑到说 其实我认识的谁谁谁 也会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会稍微在乎一点就是说 那我是不是要看一下 他是不是受了什么冤屈 什么状况 他才有可能带这个东西进来 所以虽然说 当时很多人看的照片 会直接跳过科学论证的部分 但没有关系 我觉得无所谓 因为反正你总有一天 会遇到你会需要那些东西 所以那些东西就先备查 但至少我先把你贴进来 就算是贴也好 我觉得也要让大家 开始去想一下这个东西 是不是跟你有关系 我先讲一下好不好 我先讲 大家好 我是许政棠 那有时候有些人 他们就会叫我堂哥 那为什么是堂哥 不能叫我表哥 这是有距离的 当然男孩子听得懂 心里笑一笑 那表哥比较远 堂哥比较近 一表三千里 所以大家以后可以叫我堂哥 不要叫我表哥 那我想我要呼应一下 跟阿翔提到的一个问题 其实 失业的部分是 失业是一个问题 是很大的问题 那男风之后的 之前是什么 其实阿翔 刚认识阿翔的时候 我也很高兴 我说一小孩 不错 这个小孩是不错的 因为我打他 一轮正 这个人不错 我说闽南话 台湾话要心狂热火 心狂热火 就是很有正义感 老实说 我在他的年纪的时候 但是他的时候 小伍一轮我大概也是三十几的时候 对摄影 对即时摄影 我还是很心狂热火 就是还是会很有正义感 你一直觉得说 我拍的这些东西 好像都没有什么用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不是记者 碰到他想要做这个事情 我就会很 很有意见 力量去他跟他联系 会有这样子 所以呢 我那时候经常想拍照片 就说 反正不看就不看 拍一拍拍完 就压箱保就好了 反正以后我家的后太子孙会看到 像有一个威威阿玛利亚 那个纽约的一个摄影 那个街头摄影师很有名 现在红了 可是他人也走了 那我当时也就是这样想 再不了就是 一颗镜头就好像一颗手榴弹而已 其实不就是这样子 那拍拍拍拍到后面 也就 就只是存记录 那个 那一个热情 那一个争议感就会不见了 所以我告诉各位 即使摄影是什么 即使摄影就是 你年轻的时候很有热情 到后面呢 就死灰 他等到哪一天会复燃 只有等到你老的时候 六十几岁才想到说 哦 原来死灰也要复燃 那时候就要像我现在是这样 就把工作迟了 好 那南风之后呢 有什么呢 南风之后其实 做了一件事情 台西村 你要看他们 八十岁了 第一次抽血检查 他从来没有做过健康检查 在都市里面 你觉得做健康检查 稀松平常嘛 对不对 可是在偏乡 他不会对自己的身体 不会做健康检查 所以当他一发现身体有异状的时候 全部都来不及了 所以他第一次呢 抽血 他老师的研究 抽血下来呢 大家看到结果 每个人眼睛睁得大大 很广化 那是南风完了之后呢 带来的好处是什么 让人家做了一次 让台西村的人做了健康健康 所以你会觉得说这个国家的长道体系在干什么 你会觉得这很莫名其妙 所以呢 至始至终呢 一个很大的问题 包含现在去看 环境其实就是阶级的问题 环境就是阶级的问题 因为很重要 要说三次 你们自己说 那 环境真的就是阶级问题 除了南风之后呢 刚好日本的这学家高小泽 也出了一本牺牲体系 我把它兜起来 一个讲辅导跟冲绳 然后我把它兜起来 兜在这个南风里面 两个完全是match 为什么 因为所有的经济条件里面 所有的发展里面 全部都是要有一块的人 需要被牺牲 然后被牺牲的执政者呢 就只要找到一个戴罪了之后 这个执政者决策者 我们不讲执政者 决策者 他就可以脱罪 所以 只要呢 这个环境 到这个地方发展上来了 好 经济拉上来了 可是这个经济上来了 需要牺牲的一票的人 那个经济有上来 那我这个决策者就脱罪 所以当时我做完的时候 再看到了这本书 那我觉得 真的 我把环境就是阶级的问题 跟一个牺牲体系 其实把它两个就联结起来 所以我也很坦然 我也很释怀 为什么 这阵子我心情很好 怎么说很好 我很谢谢阿贵 詹顺归 因为他的深奥终于投下同意 这个时候台北人终于跳起来 好 如果之前我告诉你 中南部说空气多差多烂寒死了 我告诉你 我这样讲虽然有点不公平 但是也差不多 几乎从新竹以北的人都无感 我可以跟各位讲 中南部的人寒死空污的问题 其实新竹以北都无感 然后总算詹顺归让我出了一口气 我们爽 所以很多人就在批評詹顺归的 就跳起来了 这时候大家都吵起来了 好 热起来了之后呢 你有没有发现 我们的公共议题呢 就转成了政治议题 所以我们台湾的公民素养是不及格的 所以很多人在讲台湾的公民 我就心里想说 那台湾到底有没有公民 你都连什么是公共议题 什么是政治议题 你都搞不清楚了 你怎么有权利来跟我讲你是个公民 不是吗 所以呢 詹顺归的这个议题是公共议题呢 结果现在是做什么 做政治议题的操作 那好 回过头来 如果他是一个公共议题的话 我们要检讨的 不是詹顺归的同意票 那当然在张老师里面 詹长权詹老师他是科学家 他唯一的一个答案就是不同意 对不对 因为空气有汗 可是如果站在一个社会学家里面 他必须要去想到一件事情 我要如何让这件事情来犯走 或许啊 这个我也是想说 也许詹顺归他心里面呢 他是用心良苦 所以我觉得他真的是有听到了章语的那首歌 用心良苦 所以我这阵子心情就觉得比较释怀 你知道为什么啊 因为台北的人总算会关心空气 不然他知道之前 我抱歉 我有时候会讲的台语 不然之前 发誓有声说到露声 有声说到露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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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市 这些北部的人 也知道空气好不得不得 台北市的人 always他就不知道 空气好坏是什么一回事 因为你只要到内部 内科 抬头一看 蓝天比阴天多 真的我不骗各位 因为我在内部 在还没失业之前 在内部上班了好几年 我每次看到内部的 来内部 其实心里也很不舒服 但是看到那个空气就很好 一直压力 我是用这样子的 很轻松的一个概念去讲 所以各位也是 也必须要去理解 即使摄影是什么 即使摄影 它没办法为你带来什么 它只有让你的正义感 曾经在你年轻的时候留存 到中年的时候不见 希望在老了之后 还能把它找出来 就是这样子 那你说它是不是有用 我可以告诉各位 如果很多人都在走这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它就有用 就好像詹孙贵总算 把同一票投下去的时候 这个时候空污大家来讲 就能感同身受了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一点的一个问题 这些所有环境的问题 或者是社会的问题 最缺乏的只有三个字 各位可以想想看 叫做什么 同理心 对 你说中 就是同理心 所以所有的社会问题 就只有一个同理心就可以解决 所有的环境问题就是阶级问题 你能有办法去把它 你只要可以把它两个连结起来 我相信这些问题都很好解决 所以你说要是永远是天乡 难道它不就不是阶级吗 就是这样子啊 所以很直白的讲 所以即使摄影 我们报导摄影的话 基本上其实在我的观点 过去的一个历程来 我曾经对它产生很大的憧憬 可以到后面消失了 可是后面就希望它又死灰忽然了 那当然后面也要自己去亲身的实践 套具美术创作叫做 艺术介入社会的实践 那多好听 所以这个就是会变成 我会做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但是在南风这个里面呢 其实刚刚慧珍也讲了 阿雄也讲了 其实在这里面还有一件事情 我必须要提的 就是南风在这个本书里面 可能大家有看过也好 没看过也好 它有一点很重要 就是它对于人性的 那个生命的价值的选择 生命价值的选择 一个李文强 李文强呢 他的经济条件不好 所以呢 他选择上吊自杀 老婆人上吊自杀 男生喔 男性上吊自杀 另外一个女性呢 她经济条件比较好 她说老娘有能力跟你拼了 她就对抗了癌症 她过了 可是过了之后呢 她自己的另一半 她自己的女婿 也没走过去 你知道吗 一样一个是肝癌 一个是肺腺癌 她的先生肺腺癌 离世 那所以 所以你说那个慧玲星 她 她这里拼过了 可是她的亲人 却拼不过 对她而言 其实这个就好像是拿一把刀 也是在自己的身上刻痕 所以下一次 有一些媒体系人问我说 可不可以采访到她 我说她 你再去采访她 就是拿一把刀 再把她再划一次 那在即使社 也在报导里面 你会有这样子的情形 但是在这本书里面 我会告诉各位 她也有这样的人性的刻画 你这样子的选择 不是你自己的选择 是一个售获性的选择 这个对于环境的一个 就是我们经济的发展 让这些人做这样的售获选择 其实是很苛刻的 所以 报导社有什么功能 其实这个东西 就可以让我们发现这一些 所谓的一点人性的面 人性有她的光明 也有她的阴安 从这里面可以看得到 那阴安面是什么 阴安面就是 刚刚阿雄也有提到 大城乡公所 从此赚了十千万 乡长赚了六百万 我一定要讲 这个不讲的话 我心情也很不爽 我一定要讲 因为我真的很不爽 我没拿到钱 都是她拿去的 真的我跟阿雄 一毛钱也都没拿到 为什么他们就拿了 对不对 那你有没有觉得很拿门 就好像旁边写一写 结果其他媒体 都买到满全了 都是 对不对 对啊 那你说六千 我们也当然用这样的方式 花了很多六千的钱 各位你会觉得很多吗 其实是不多 六千 她总一年的营业额 大概是1.5兆 然后呢她的盈余 税后净利 税后净利 Ebitda 她可以达到4千亿 她4千亿她花给卖寮的这些人 每个月六百块卖寮 总共有四万人 所以她一年花给卖寮 大概在四亿的台币 一个月 噢不止 一个月是2.4亿 所以她这样算一算 一年大概要花掉四十亿 包含卖寮的一个 所谓卖寮相公所的一个预算 还有云林县政府的预算 她一年大概要花掉将近在七十亿 在这个所谓的敦金募礼的费用上面 然后呢 她缴了国家税收多少 各位不妨可以把它记下来 五百亿 所以呢 这个五百亿呢 就可以撼动台湾政府 对以六星所有的执政 所有的决策 还有管理的能力 就把它抑制掉 所以你就想说 为了这样子的经济性 我们可以牺牲的有多少 也就是 但是大家都很聪明 尤其台北部的人 更聪明 因为阿贵同意了 所以大家就跳掉 跳起来了 我宁可不要这些钱 我也要誓死 不要让深澳出 可是在中国北京 2000年的时候 有一个深澳 很有名 对不对 很拼 全国 全中国28个省 那时候台湾还没算进去 所以 所以 他很拼 他叫深澳 所以台湾也有个深澳 那这个深澳也让北部的人都运动了 那这个我想 这个也是用这样子的一个比较威胁的说法 让大家理解 所以南风后面的部分 不妨大家也可以在看看报道者里面的总共有六篇的主要的内容 还有两篇的其他的内容 那我觉得这样大概就可以理解到南风之后 那南风之后当然是什么 上个月 就是二月份的时候 台西村跟底庄村加起来 都走了六个 那其中有两个丹蓝是一个配性 就是肺癌 那你说 这样子的离世速度很快 算不算正常 各位当然是不正常 可是你觉得在那一边的人怎么样想 他们只有一句话 死就死了 不然你怎么样 所以你 你会从这个角度去看 你去从这个角度去想 在偏乡的人 他认为死都死了 不然你怎么样 我问你 死的时候 北部的再上会者 他会不会感受到怎么样 没有 那为什么 那一个 慧珍刚刚有提到的 许万顺 或者是这些人问了之后 大家都不想讲 觉得有点失望 你知道为什么吗 在2006年的4月17号 4月22号 4月17号的前期归 4月22号 曾建仁副总统 当时他已经是很上了 5月20号要就职 就职前他到台西村 老实说真的开会 我觉得他也很有诚意 他也说了一句话 我们台西村是有希望的 乌云遮住的 总会透下一丝的光给你 所以你还是很有希望的 所以呢 我们对副总统很期待 他去讲了大概 快两个总统 你看喔 一个副冤手 一个元首级的 到台西村去看 已经从未有的一个历程了 这也是南风之后的 的一个动作 好讲完了之后 台西村所有的人 对他百般的期待 结果 结果是什么 各位你清楚吗 只有两部监测车 两部监测车的意思就是说 我要监测六清的空气 可是 他没有任何的改善 后来村子里面就想 啊 副总统都来了啊 啊那能怎么样 空气一样快啊 那能怎么样 我请问各位 如果你是住在台西村 或是以后住在深澳会进的 啊副总统都来了 结果电厂还是要盖的 这个时候你会不会失望 你一样是失望 这是一个最大的原因 也就是说 当我们去期待一个政府的承诺的时候 他有做到 他说他要来改善 他希望六清要怎么样怎么样 讲了一堆之后呢 结果我们发现了 他一向没做到的时候 不是他个人的问题 是这整个国家的问题 这整个的体制的问题 我说一句实在话 我也很能理解 我用一句话 会代表说 台湾目前的政局 也就是说 国民党也从未离开政府过 民进党从未执政过 各位这句话 不是帮民进党脱罪 而是说 国民党从未离开政府过 也就是说 台湾这个体系 到现在 都是一个所谓的 国家的牺牲体系 跟高桥哲哉里面所讲的 是一模一样 是没有改变的 公民的意义跟力量 是没有在这样子的结构当中发挥的 那民进党也无能 没办法在这样子的力量翻转 你不能说他无能 他的确也是无能 所以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条件之下 你想我们会翻转吗 如果说有每一场的座谈 可以我让有机会 让我跟大家讲 我也是希望在座的 有机会呢 我们来翻转这个社会 翻转这个所谓的公民 我们不需要把 所谓的社会的一个议题 一个所谓的公共的议题 变成一个政治的议题 这个是不需要的 这是被操弄的 所有的研究里面 会在里面写的 科学里面所有的数据 他也可以操弄 也就造成我要听李老师的 我还是要听詹老师的 我们永远搞不清楚 对不对 那我们也是希望 我们每个 有了一个公民的素养 我们去做一个公民的科学 我们把所有的事情 我们不需要受到这样子的操弄 但你们去理解 我相信这样子就比较有机会了 谢谢 谢谢 再来 要不要补充一下 再 这五分钟 再补充一下 他才刚开场而已 好像 他那个站在中间 比较像Ted 演唱 那那个 指正常真的超像Ted 演唱 我觉得就是那个 牺牲的体系 就是其实 之前 之前我在做 我们在做六星这个报导 但后来的大标是 科学战争下的环境难民 但是其实一开始 其实想的是 牺牲的体系 其实我也是看了这个高潮哲哉 是日本的一个学者 他写了一个 一本书叫牺牲的体系 就是 他就是两个地方 一个是辅导 辅导 大家当然都知道 他就是东京电 他要提供东京的电力 东电 在那边盖核电厂 但是 后来发生事情 就是辅导那边的人 他为了那个东京 那个 24小时的繁华 但他后来是 辅导的人在承受 那冲绳也是一样 他是一个美军的军事基地 那其实牺牲的体系 他造成牺牲的体系 他造成牺牲的体系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叫做隔绝 就是 那个消息是隔绝的 就是 这里 比较遥远 大家看不到的地方 有一群人在牺牲 但是隔绝就是等于说 会透过各种的方式 包括媒体 因为媒体其实现在很多 他可能是 置入性行销 或者是说 他就是 比较是 会去报一些财团 或是什么样的新闻 他就不去报 这个 这边怎么样在污染 或什么样的资讯的 就是他会有非常多的方式 去造成这样的隔绝 然后 他也造成了 就是 就是为什么之前 呃 北部的民众 其实对空污就始终有感 他其实就是 都是一个 他隔绝 其实有各种各样的方式 一个是资讯的隔绝 另外一个是 呃 就是你没有办法到当地 就是 我觉得南风有一个 那个时候我采访 因为今天很多人讲到 那个深祥乐队吧 那时候我采访中永峰 其实 他们做违装的这个专辑 其实有非常大的一个启发 是受到南风的启发 呃 周永峰是里面的作词人嘛 他那时候跟我说 他在看南风的摄影集的时候 呃 让他印象最深刻的是 他可以 那个照片当然完全是一个视觉的效果 但是他可以闻到味道 就居然他可以透过一个摄影集 他觉得他可以闻到味道 所以呃 我觉得就是好的 呃 好的报道 我觉得他不管是文字或者是影像 他必须要把现场带回来 因为好像台西村真的是很难抵达的一个地方 他必须要把现场带回来 他必须要去 我觉得他必须要去就是 要去解决到那个隔绝的那一个问题 然后呃 就是其实 我觉得他还包括说 人跟人比起之间的连结 其实像我们今天在这边也是一个连结 那因为 我其实之前去台西村采访之前 因为我跟阿雄本来就是好朋友 那我其实知道台西村对他的一个意义 就像家人一样 他其实过年都不在 都不在自己家里过 他就跑去那个许政堂他们家过 对 所以我其实 我后来去做了那个采访 其实后 后南风 其实有 有最后一块 其实写的就是那个许阿伯 就是许政堂的爸爸妈妈 那时候我 那时候有一个场景 让我觉得是非常动容的 就是其实 其实后来包括许政堂的妹妹 我刚刚说的那个反国光实话的许丽怡 她其实后来就都带着女儿到美国去了 因为许阿伯很常讲一句话 她很常讲说我75岁了 然后我都还没事 一定就是早期我吸了很多好的空气 就是大概是在六亲来之前 我存了很多好的本 所以我没事 对但是 因为她们非常疼那个许丽怡的女儿 叫李美 然后但是李美是在那边长大 但是她不能够一直让她继续留在台西村 她必须要 就是要让她离开 我觉得这个对于一个从小把这个孙女带大的阿公阿嬤 我觉得这个是一件非常悲伤的事情 对然后我就会看到说 就她们那个许政堂她们家后院本来有一群流浪猫 然后那个应该是那个李美 就是说许丽怡的女儿她出国之前她就是 就是这个这群小猫刚出生 所以就看到这个阿公阿嬤每一餐饭 然后都在那边那个什么肉汤 搅那个剩饭在做那个猫饭 就是要给后院的那些猫吃 然后 然后那但是那个许阿伯 她其实不喜欢 她其实一点都不喜欢猫的 就是她其实是那种乡下的人 就觉得猫很阴险 狗比较忠厚 她其实我还不喜欢猫 但是她每天都会用LINE 跟那个在美国的孙女通电话 然后那个孙女都会问她 那个猫 猫有没有吃饭啊 或什么样之类的 对的话你就会看到那个 在她们家客厅那个 就是那个 那个小女孩的书桌 还摆在那里 然后就是 就是觉得她其实 如果终有一日 这个污染真的会离开的话 就是其实这个小女孩还是要回来的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在写 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 因为这个是最后的部分 然后我就把 我就把这个部分 拷贝给钟胜熊 就是其实这个是在文章之前 都还没有看 我就拷贝给钟胜熊 然后我就 就顺便再把那个 就是我拍了她们家后院的那个流浪帽 因为我知道这个其实对她很重要 就是其实这些人 就像是她的亲人一样 那我自己其实在做了这个报导之后 我也觉得其实 这些人也像是我的亲人一样 我非常希望以后我 尽管她是一个非常难抵达的地方 我都希望我能够 时常去看看这些人 对然后就是 就是她们在我身上留下了意义 让我可以把 接下来不管是高雄实话的报导 继续走下去 好感性啊 我这样就不能开玩笑 你看我的面子啊 我还是讲这个好了 我给我改变什么 一个小时 你刚刚说我们都没拿到钱 其实你知道 不是我有怕没有 你们要不要先瞧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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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 台塑的高阶主管 特别是六星的厂长 他们被要求一定要有这份数 你知道吗 这是真的 因为 我为什么知道 因为我家呢 是在包六星的工程 所以我们家其实是台塑六星的包厢 然后 我的父亲跟台塑的高层 关系非常要好 六星的高层是 就是 假日没事都在我家喝酒的那种人 然后呢 其实我有去采访台塑的高层 我去采访的时候呢 我还跟我爸说 欸我要去访那个谁谁 我就说 啊是哦 他昨天才在我们家喝酒 不然你帮我拿两瓶威士忌去给他 所以我去采访六星的时候呢 我是提了两瓶酒去采访 然后我就说 欸阿伯你好 他怎样怎样 然后讲完我就开始用问题攻击他 这个其实是很沉重的 不要笑 因为 因为我记得有一天我去采访啊 我在他们村子采访 然后 有一个收房姐叫陈金凤 然后 不知道什么故事 我就跟你就来讲 回去翻书 谢谢 反而他的故事我就觉得非常非常无力 我就很生怕自己做不了什么 然后呢 我在 我在 离开村子要开车回台北路上 我就打电话给我爸 因为我爸呢 把 我的名字登记 我的公司的负责人 所以理论上呢 是中盛雄在承包六星的公子 理论上是这样 我就跟他说 我觉得我受不了 我觉得他们这个污染 真的很不公平 我觉得很不甘愿 然后 你可不可以去把公司的名字 的负责人换掉 然后 因为我觉得呢 我觉得我要做 我身为一个记者呢 我有我要做的事情 我有必须要说的话 可是我不希望 我的工作去影响到你的工作 我说我不希望你受欠缅 我觉得大概就是公司共犯 你可不可以去把 那个公司的名字 的负责人换掉 就是我 他就说什么 啊 那个 公司换负责人很麻烦 什么印章都要换啊 再来就是说 像什么六星污染的一题 以前有那么多人写过了 对不对 你可以改变什么 你可以改变什么 你就写嘛 他就觉得你去写嘛 你去拍照啊 反正没什么屁用 你这些小弟孩 对不对 媒体写了那么多 Who cares 他就是这个心态 结果呢 六星就这样 南风出来之后呢 一直陆陆续续的在讨论 在20 我们是2013年6月开始发表的 一直到2014年12月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台中的 台中的国立克国馆 决定开始做空气污染的展览 然后南风也是其中一部分 我记得那个时候回家 对 就像2015年的过年 我回家的时候 他就说什么 诶还是更早 反正那度也就是我回家 他就说 我爸问我说最近忙什么 我就说 哦最近跑台中去弄那个展览的事情 他说什么展览 我就说空气污染的啊 我就是要讲那个 怎样怎样在拍这个东西 然后我爸就跟我说 是可而止啊 有些事是可而止啊 然后我就觉得 超爽的 会怕 对不对 你也会怕了 对不对 今天 我觉得我不会有影响 我觉得我不会输 我觉得我不会输啦 我怎么样都会赢啊 要嘛你破产 你破产就证明我赢了 对不对 要嘛你没破产 但是 那我还是赢啊 反正我就是要把这件事情 努力的讲 我不要让这些人拍死 所以 有没有用 还是有用 对不对 至少每一个台售高阶主管 都有买南风 反正没有他们的一部分 然后还有一件事情 是我刚刚提的马拉松 就忘了 忘了接下去 自己的梗都漏接 就是 我上一次摸到南风这本书 这很久很久以前 大概要遗 应该 半年一年我没有摸过这本书 然后呢 上一次摸到是 上个月 上个月呢 有一个 从波兰回来的网友 他是我脸书的网友 非常不熟 从来没有见过面 然后这个人呢 他已经离开大概二十多年 然后他就回来呢 这个人就在脸书敲我去 他就说 我会跟你见面 我会这些话想跟你讲 好害羞 好害羞 我就比较害羞 然后我就说 哦好啊好啊 不然我们中午吃个饭好了 然后呢 他来了之后呢 咻 抛出去很南风 然后他不是要我见面 然后 他就翻开了 很南风 毕业是什么 不是 不是献给故乡那边 也是 毕业的前面是那个 作者简介 就讲我的部分 他就说 自己看看你说了什么 然后我就读 哦 我是一个很老派的记者 我相信摄影可以改变世界 相信报道可以改变世界 即便 那个改变是在一百年后 他就说 看看你自己说的话 你是不是变了 然后我就说不对 真的我变了 因为我也会觉得很沮丧 我也会很担心 我也会很担心 我自己会觉得说 现在写的报道 他点阅率都那么烂 对不对 然后又赚不到钱 你懂吗 然后你会觉得 我觉得你问我 社里报道可以改变什么 就跟你去问我 社会运动可以改变什么 就跟你问我 挣扎可以改变什么 你知道人生就是一场挣扎 这个人生就是一场劳容 是不是哲学系的老师 我们都是精神上的自我囚禁 有没有可能抛育呢 挣扎有没有用 我一度相信是有用的 因为我觉得 人是一个小小的东西 可是他会有蝴蝶效应 你今天挣扎了之后 就像我以前一直在讲 这个话题我一直超展开 我以前一直在讲说 以前我在热成療養院 帮忙 然后有时候会被教具演讲 他们就说 壁动有用嘛 壁动可以改变什么 我就提一件事情 我在提美容翻水库运动 美容翻水库运动 当时 挡下的那个水库 就没有盖 可是当时是怎么挡下的呢 是怎么挡下的 阿扁你说不要盖 还是卸賞名说不要盖 卸賞名说不要盖 卸賞名说不要盖 这是因为一个政治人物的承诺 导致一个水库没有盖 对吧 可是呢 整个台湾人有没有改变 台湾需要水库这个概念 没有 我认为没有 因为过了至少2010左右 还有在讨论 这个水库要再盖 这个再盖的什么什么 或者是 比如说比银水库 高台水库还要不要再盖 那么 这个想法没有改变 这个台湾人就是需要水库 的想法没有改变 就像今天如果六清官场 我们会说 台湾就是要经济发展 台湾就是要石化岩 台湾就是要什么东西 只要这些东西 没有改变 我就不认为一场运动成功了 因为这些想法从来没有改变 所以你只是挡下的A水库 还会有B水库 还会有西水库 甚至因为失误也没有改变 可是一场运动真正成功的是 真正成功的时候是什么呢 是 我们从来 当有人说 我们来盖个水库 大部分人都会说 你白癡了他不能盖水库 你知道吗 就是那个问题没得讨论 也就是 一场运动从来就不会发生的 当一场运动没有发生的时候 就代表某一场运动成功了 因为 这个社会已经进步到 不用去讨论那么理所当然的事情 可是这个运动成功可能是在一百年以后 就像 我们现在在讲说 一百年前在讲 女性有投票权 人家就是你白痴喔 对不对 现在在讲说 女性也要有投票权 如果有人说 女性不能有投票权 你赢我出教 对不对 不可能的事了 也就是说 现在不会有什么女性参政群 至少在台湾 这个改变 那个叫做运动成功 那个叫做 整个精神是会延续下去的 那个才是 马拉松 跑过那条线的时候 然后回到我的波澜朋友 他说 你是不是变了 我就说 有 我觉得 我比到没有自信了 我变中年人 我快要变成死灰了 你接回来了 你刚才我就接到你哏 快要变死灰了 他就说 那你 你只要承认 你怎么要承认 你有没有变 我说 但是 我觉得我有变一点点 我觉得 那个改变可能会在 两百年后 但是 技术上来说 我还是没改变 我只是觉得 那个改变可能变得更慢 就是 以前会觉得自己 一气崩发 很快就会出些什么东西 但我觉得 我是不是对人类太乐观了 所以 我还是想出些什么 只是我不会 我确实承认 我没有以前乐观 然后我就跟他讲这些事情 然后他就说 你承认就好 记住你今天讲的话 不要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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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既然这是一场马拉松 唯有每一个人 都没有改变 这个马拉松 才成立 才会解放下去 才会从 反武庆运动 到反国光运运动 到南风 到 深翔跟有工老师的 音乐的情态 接到了 会真的报道 最后导致 台所买了花钱买广告 对吧 这是一个很慢场马拉松 但是大家都必须要跑下去 才有可能成立 好 我讲吧 谢谢 老兄 我们还有时间 留一点 有时间可以现场的 不过我们刚刚在讲 因为不小心会 谈到人生 价值 会悲观 就是这种 哲学的领域 不是 发一点点 演就好了 其实有时候 我们在反抗很多事情 是 是 我刚刚做了很多事情 就是一个失望 就是一定会面 比如说存在主义 整个时候面对 所以 是一个最根本的 失望的问题 对啊 你可以发现 刚刚他们在讲的一些 有的时候就说 事情就这样啊 只能这样啊 你可以发现 他们看起来是豁达 可是每个豁达 背后都有一些 很多的不得已 每个豁达里面就是 你为什么要豁达 就是因为 他有些 生命没办法去 去除掉的那些苦难 所以你另有一种态度 去面对他 那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了 就是说 我可以理解 圣雄他的难过的地方 比如说在 政党轮替的时候 大家有没有发现 政党轮替是一个 感觉有希望 很多人可以透过政策 我们就不用在街头上面 去见面 去见面 我们其实很久没有见到好朋友 因为现在没有街头 然后我会发现 原来我们在一起的认识 其实大部分都是理念的结合而已 然后还没有看到这个政府 做的东西 其实不如我们满意 我们也不能接受蓝绿 多蓝这件事情 因为这个是非常重力客观的第三者 没有考虑到比例批评的问题 可是你会发现 那你要反抗什么 旁边人都不想做 你为什么要做 旁边没有人要做 后来我就是有时候就 就喝点威士忌啊 晚上啊 就想 奇怪我到底在干嘛 包括做直学兴旗 我这一事要干嘛 我们真的改变了什么吗 对 只是媒体上面讲的好听而已 那实际上我没有做什么 我没有改变什么 我去问我学生 问他们 反过光实话这件事情 他们是不是知道 大部分人是不知道的 这一代是不知道的 再问一件事 我跟他说 大一的大二的学生 诶 你听过那个太阳花运动的 这一事大家应该都知道了吧 很多人也不知道有吗 所以其实是离忘之注定 记得还是可贵 所以我们发现我没什么历史历史 后来 后来我就想到一点 就是在喝酒 怎么会这样呢 我觉得我一定想法有一定问题 然后我到底做的是什么 后来就想到一个羞耻的方式 就是 我不要让别人堕落 拉走一起沉沦 这个是负面的说法 就是因为你可以发现 我如果不敢看 我就被他们拉下去 就是你没有办法去改变这件事情 然后还有一个是 我们总是觉得 这个改变台湾或公民室的环境 是他们的事情 我们为什么不会是公民社会 非常赞成那个正常大哥讲 我们为什么不会是公民社会 因为我们觉得责任是别人的 我们从来不觉得责任在我们身上 我们从来也不觉得 在面对政治人物 当他拿到权力的时候 觉得他们就应该帮我们做一些事情 后来我才在某个场子 没有 台湾是我们大家的 台湾是民主党政府的 不是都用北京话讲 不是民党政府的 不是那种有权力的人 台湾是大家的 可是他们就会拿掉 如果你还在用哲学的角度来看 台湾没有改变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在整个结构就是所谓的 官僚资本主义的结构里面 一直都没有改变 所以才会讲 国民党从来没有离开 可是国民党离开的 即使他完全离开的 官僚资本主义还是在 没有从来没有反省这个结构本身 没有反省真正反映分配的问题 而这个事情是谁的事情 当然是我们的事情 当我们在这里 我觉得非常喜欢盛永刚刚讲 我们今天会在这里 当然就是我们集结 开始 可是我们也真的改变了什么东西 因为这一代的公民医师 相较于大家来说 在我大学的时候 我就觉得 没有啊 我每天就是 我就在文青小缺姓 然后看看那些 忧郁的啦 悲观的啦 然后拿哲学去把妹啊 这样就够了 就已经很够了 对啊 生活已经很快乐了 然后资本主义啦 消费社会里面在那边 过活就已经够了 可是我觉得这一代不一样 这一代关心的人更多了 只是真的还在那个路上 你可以发现像这个议题 还会有这么多人来关心 是非常难得的 大家都觉得你们台湾能 就我一些外国朋友都觉得 你们台湾能怪怪的 法国德国都觉得 他们根本不可能再有这个地方 全部媒体化 我们至少还有一个地方 或者在不同地方 我们讲座还有人要去听 我们还是算是一个有求知欲的 不能讲民主啦 也有求知欲的一群人 那这个我觉得 如果你看到好的就真的很好 还有一个我觉得可能是 更哲学的话 大家听听就好 听不懂就当作是哲学 听得懂就当作是 就是说 我们可以发现我们中将一死 一切都会归于虚无 那这个是 我们就开始面对存在跟虚无的问题 一切都会是虚无 所以别人会跟你讲 你做这个东西也没有用 还不是都一样 对不对 这是很彻底的悲观主义的说法 但是呢 如果一切都是虚无 不要让别人的虚无取代你的虚无 要用你的虚无去过自己的虚无 算够哲学了 然后我们开放 来开放一下给大家 先三个问题好不好 我们先从技术面倒回来讲 倒回来讲 即时报导可以改变什么 从技术面对技术面关心的 因为我们有几个嘛 技术面的跟价值面的 跟整个在反抗面 社会运动面的 先分三个角度来谈好不好 来 先从要去谈技术报导 可以改变什么的 那个技术的 关于技术的问题 真的吗 你们开始进入到虚无的状态 你不要这样嘛 你要当做做一场休职而已 来 一 我们三轮好不好 来 先三个朋友 好 二 你们现在三个 你们现在不举手的 会有什么缺点 因为 等下大家就会死 会复来 来 来 我想请教一下 在田野调查这个过程里面 有时候可能会碰到一个状态就是 对象跟自己对于议题的认知 的成分是不一样的 譬如说 我自己内心有预设说 这个地方可能有什么样的问题 那我可能需要去解决什么 但是 被我田野调查的对象 他觉得 针对我来讲 好像不是个问题 那 会不会有一种 要把自己的剧本去掏到对方身上的矛盾感 就是他在问 计时的那个时是什么 是真的那个真实吗 还是我们 已经预设好一个剧本 然后去谈一下 我的问题蛮肤浅的 就是要如何成为一个计时摄影师 那这个正常来回答 那等一下 如何成为 然后首先要辞掉工作 对不对 来 再来 还有一个问题 我的问题是 在 因为 我不太确定南风这本书 是 它里面内容 是把自己定位成是一个 艺术 还是 报道 所以 我想要问的是 它里面的 影像还有文字 是怎样互相配合 是怎么去拿捏的 因为影像它本身有自己 拍昧的特质 所以 它文字是怎样去叙述 可以去表达 南风想要做到这个事情 在这里 在这里 我插过一下 可以吗 不好意思 我插过一下 你不是要插过吗 我看你这东西等你肌肉 要有事要理解 我用不分重就好 好 好 有健康的话 你一定要让大家讲 不好意思 听完又如果说 你们有什么问题 事项可以再来 我们再聊 第一个是说 我们讲很多的这些 市长会再自我介绍一次 OK 好 我姓陈叫陈仲勋 我是一个病理科医生 病理科医生 就是专门在看切片 这样讲到很清楚 就是外科手术切下来 就是要化验 告诉医师说 你的癌症 或者其他问题 给他做一个治疗的参考 所以我在我的工作 只让他看到很多癌症 没有在淫露线 那刚刚有很多污染的地方 那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要很强调 就是说 因为空气污染是 到处都会飘的 大家不要觉得说 好像台北可能比较好 相对上比较好 可是 也不用记得有很多 从境外来的污染 虽然那个比例 并没有像我们自己本身的 自边的工厂 那我们知道那么多 所以 这个空气污染本身 我想大家慢慢就会关心 皮革的问题 那我强调就是说 这个沸腺癌本身 刚刚讲了很多很可怕的例子 我可怕呢 我举几个数据给大家听 这个不是我随便讲 这都是确实的报道 像台北 台大院本身他有做 但是他没有公开 他是对他自己院内的 一级主管做的 大概应该有上百人的 一个 筛检 就是没有症状 健康的 最后最终结果 大概有3% 经过切片是症状的肺腺癌 那我们知道 因为我们就是科匹的太太理事 陈建 不同的参程 他也是 那可能他不一定是在这个 研究的报道 但是说 有这样的例子 所以有3% 没有症状吧 那台中的澄清医院 可能读过中部来讲 蛮大的澄清医院 他也是一样最大的员工 一起主管做这个一样的筛 也差不多3% 还有再过来高雄融种 我刚刚讲到高雄 高雄融种他是比较大 大概1000多人的一个样等 也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大概就是差不多3% 大概这个 range 就是都没有症状 追踪做切片 证实肺腺癌 早期症状 所以都可以早期处理 早期切掉就没事 我讲到这个为什么 就是说 各位在座不管年纪也好 我知道很多年轻朋友 很高兴 我今天大家有这个想法 要来关心这个议题 那回去跟你的爸爸妈妈讲 因为你的父母大概都说五六十岁左右 那一定要去做肺腺癌的筛检 因为这目前是没有健保的 大概大概六千块 我上次开玩笑 你也少吃一颗牛板就有了 那爸妈生日的时候 我要送蛋糕 就送这个健檢的健檢去做 就到医院的胸腔科去挂号 才点个大医院 说要做肺腺癌的筛检 大概是这样 那个是很低纪样的毒涉 电脑斋 那一点做一次就够了 为什么讲 因为五六岁上面的基率很高 都不表示说二十几岁就不会等 也会有这样的病例报告 所以大家都很喜欢这个议题 所以我主要讲 就是因为怕有些朋友 可能有事要离开 所以我把这个很重要的一些 跟大家讲一下 至于其他的空屋的方法 我想我们很多的知识上 大家都了解 不管是空气清天机也好 或者一些比较高级的口罩也好 或者说不要在空屋的时候出去慢跑 我常常看到人也都在公园啊 什么这种叫马路边 空气也不好就是犯犯 有时候我很 人不会很激婆的跟他劝告 他有时候有些会听 有些会不听的 所以我还是在这边强调 不然是大岔 真的很重要 我都有保保护肌 好 我补充一下 就是大家不是讲说什么 肺癌不是跟抽烟有关系吗 刚刚医师在讲的是肺腺癌 肺腺癌的主因解除空气污染 所以台说会跟你说什么 当地人什么肺癌 什么生活习惯不好爱抽烟 他们其实是在打鬧 那叫什么 乌贼站 对 好 然后怎么样 就当你说做田野调查的时候 我预设的东西 回答的人不一样 那就代表你的假设会必成立 那你假设会必成立的时候 你不能够硬去套你自己的假设 那就不真 你知道吗 所以对我来说真是很重要 诚实是这个世界上最难的事情 对自己诚实更难 所以我的做法就会是多问几个人 然后辟解把这种不同的意见 你要把它讲出来 就像我之前在做那个浓舍的议题 我写浓舍 然后有些农民在讲说浓舍的话 我要什么什么 我也是把它写出来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大部分我们会想做 值得去做的田野 值得去探讨的公共议题 就跟史瑞克一样 你知道史瑞克说 怪要怪就跟羊虫一样 是有层次的 对不对 所以大部分的公共议题 也是羊虫 它是有层次的 你必须要呈现的是这个层次 而不是你被设的那个东西 对 然后 还有什么问题 第三个是什么 南宫里的 虎像跟文字 就各做各的事啊 就是你自己提了 影像有它的暧昧性在 可是这个暧昧性 它可以去召唤很多东西 一个故事能够被缩起 并不代表你把一个故事说得 我觉得它没救 9.15 我今天认识跟一个导演聊天 他在讲演戏 这个导演还是一个演戏 他就很讨厌那种画法派 很讨厌就是 画法派就是什么 要快去 然后什么 他很讨厌的 他喜欢的是 他喜欢的是那种 没有在干嘛的演法 比方说呢 他就说 他就说 他认识梁朝文 他就说 梁朝文在花样棉花里面 然后有了木型 他就说 啊 梁朝文也好会演喔 眼神开始大家会演这样 然后他就问梁朝文 梁朝文就说 没有啊 梁朝文就叫我走来走去啊 我就走来走去啊 就这样 可是呢 电影是一个透过光线的组合 跟分镜 来讲一个故事 并不是演员去演一个东西 他认为情绪是没有办法被表演的 那个情绪其实不是表演出来 情绪是透过一连串的线性逻辑 让你在看的人呢 自己会去 召唤出什么 他会去回想出什么东西 然后你会自己去补足那个情绪 因为你有共同的生命经验 所以他表演 他没有去演的 他只是去摆了一个东西 然后你会自己把它演完 观众会去补完那个剧本 他说 他说这才是表演 他认为大部分的情绪 演员 最多最多最多 就只能演30% 其他还有光线 摄影具分的东西 还有最重要的是 其实是看的人会把它演完 他觉得这才是高明的演出 我现在会觉得 摄影其实也在做一样的事情 你太多的去把持东西都将死了 反而未必观众没有跟着经验 那当然影像有影像的逻辑 语言又有语言的逻辑 语言是比较更线性的周四波姐在谈一些事情 所以我也写了很多东西被跳过了 但是没有关系 我都觉得大家只知道会遇到 但是在南风里面 影像在做影像的事情 或者是在做文字的事情 但是他们有somewhere在内心的某处 他会撞击出什么来 我相信有 其实我就举我文章里的一个例子 我采访的那个凤南风 台词虽然有个叫许阔 它那个阔就是宽阔的阔 就是我们是不是去写这样的题材 就是一定都要去写那种很可怜的 那许阔它其实是里面 比较不一样的例子 他虽然说老公什么 人也都得癌症死掉 他就是一个八十几岁老人 独居老人 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很可怜的那种形象 但我就注意到他戴着那个金耳环 好重喔 这个把他的耳朵都拉长了 而且那个看起来就纯金欸 然后那个 他儿子会开着宝石节 回来看他欸 就是 他其实那个经济桥链是不上哪个 然后还帮他请外劳 虽然后来就被他辞退了 然后他跟他住旁边的 就是有 他们真的很像那种黄金女郎那种 就是都是八十几岁的这种寡妇 然后他们就是很会串门子 然后每个礼拜天就会固定 搭那个园林客运去买菜 买一个礼拜的菜回来 所以就是 我觉得就是说 就是你如果把设定说 欸我这个后男中 这个就是要写取很可怜的人 这个他好像是比较不可怜的 他是 他是经济条件不缩解 他又是比较看得开的 那我就不要写他好了 但我那时候就觉得 欸这个是有趣的 他反而是 留下来的那些机灵的人 他们怎么样互相帮助 他们怎么样你说苦中作乐 或者是就是人总要继续生活吗 我觉得那个 那个 生活的那个 值地 就是其实在里面 他 他其实是非常动人的 所以这个 我觉得他 他就反而不是说 因为我知道其实 会想要来做这种 环境报道或任何弱势议题的 没有没有一个记者是完全客观中立的 你今天选择去做这个 你就有你的价值判断 但是你也很容易就是 你都会带着一种非常非常人道 人道主义的精神进去 哦我就是里面 救苦救难啊 万世音菩萨 没有啦 对 但是我觉得 其实你更要带一个开放的 眼睛进去 就是像阿雄讲的那个洋葱 就是那个层次 可能它可能是一个辛辣 那个洋葱 是非常辛辣 那个东西他才能够 我说他能够刺中你的读者 那我回了那一个 说要怎么做个记者 或者摄影家的问题之前 我们也必须要呼吁一下 南风其实不是要成为六亲的高主 就是说那边也有两万多个员工 我们从来不是要他观察 只是要他摆上环境而已 那各位有没有去想想看在那里面 生活工作的那些人 他每天遭遇到的环境 他其实也是破云 无奈跟破云生活的一个需求 所以这个回过头来 是只有两个责任 一个是政府的业管单位的责任 一个是企业的社会责任 那企业的社会责任 多半是十家企业 九家很假的 一家没有说真的而已 那这个企业的社会责任 事实上是必须要去实践 所以六亲里面 其实除了我们在讨论 所谓的外部的影响 他自己内部里面的这些影响 这些人事实上也是必须要 另外一个关注的问题 那我回应刚刚说 要怎么去做一个即时摄影 首先第一件事情 你要去工作赚很多钱 老师刚刚说 辞掉工作是对的 但是呢在做对的之前 要做好一件事情 就是你要先去工作 要赚很多钱 你才可以辞掉工作去拍照 这个是你必须要做的 老师说先顾办法才顾佛作 先顾 先顾办法 就是先有面包再谈谈爱情 或是这样子的爱情会更长久 总算有一天死灰污染的时候 你才会觉得甜蜜 不就是这样子吗 所以你说要怎么去做一个即时摄影师 告诉各位 努力你现在的工作 存一些钱 到有一天你想要去干的时候 你就可以辞掉工作 我觉得这个大家不错 这个其实很讨厌人性 通常你知道他们赚很多钱以后 再也不会去指标工作了 在一般情况是这样的 不过这个没有关系 我们还有点时间 然后再三个问题好不好 来 一 二 好 三 谢谢 就是听刚才三哥老师说到 就是 但是 再一次进入采访的时候 就可能会对当事人 就是 造成 就是 引起 更加密切回音 就像刀子的什么关系 但同时 也需要呼吁人们去 关注这样的异地 把这样的苦难展现到 事人面前 让他们有同理性 所以就是在 报道这样的 或者是 摄影记录这样的事件的时候 怎么去把握一个度 尽量减少对当事人的二次伤害 就是 我比较好奇的问题 我想要特别问一下房辉珍小姐 就是 您以前做的是人物专访,采访的都是一些比较有名的大人物, 是什么样的机缘,现在转向即时报道,跟实话也倒上。 当您采访那些普通人的时候,这样一个转变给您的心计带来什么变化? 谢谢。 您的问题很像,感觉很像采访一个大人物。 我的问题跟第一个的问题比较接近,可是我好奇的一方是说, 你刚刚在谈的过程,就是老师刚在谈的过程里面有发现说, 有很多的记者都进入了台西村,然后也访问了那边的人, 那那些受访者,就是在面对记者的时候, 其实他们也会带着一些觉得没有用啊,或是失望的心情, 或是没办法信任的心情,那如果作为一个要旁含的人, 要怎么样去承接这些不信任的,或是要怎么样重建彼此之间的关系? 再追一下好了,他们怎么撑下来,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也就是说,因为我们刚刚在问他,就是他们, 如果以我们这些观众再听他们讲, 他这个内在的那个心理处置要非常好的, 那其实他们可能也没有去想到这一点, 所以如果他们愿意讲,就可以顺便讲一下。 然后我们先请慧珍好不好,你有两个粉丝在问你问题。 那我就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就是到底要怎么去拿捏, 你既要报导真相,但是你又不想去伤害人。 我其实自己,当然不是这个题目, 我之前做过一个那个桃园新屋大火, 然后有六个消防员在里面罹难, 我做过那个报导,我去采访他们那个罹难者的家属, 其实他的儿子在里面被烧死, 因为他是一个闷烧的铁皮屋, 但是他的长官叫他进去,就是还叫消防员进去, 这非常危险,所以后来有六个人在里面烧死的。 我其实那个,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沉重的议题, 我那个时候,我只有带着一个心情去做这个议题, 就是我不要同情,我不要带着任何自以为是的同情, 有时候你反而会为了你怕伤害, 你怕为了,你不想伤害他,你完全去附和他, 你完全往报导,往这个受害者的方向倒过去, 但是你其实不晓得你其实是在害了他, 因为这样的报导出去, 很多读者他们一看这个就是, 哦,又是一个受害者的故事, 哦,这样的反而那种同情的眼泪流很多, 我已经没有感觉了,这个反而推不出去, 所以,呃,后来报,那个报我出来之后, 我印象非常深刻,是那个, 厘案者的妈妈跑来跟我说,她说, 房小姐,我很谢谢你没有通情我, 你只是把事情讲清楚, 所以我觉得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把事情讲清楚, 那,既然我这个讲清楚的代价, 因为我觉得不管在怎么样的采访方式, 你势必是要揭开他的伤口, 你势必是要去问他说, 你的儿子死在里面,你是怎么样的感觉, 其实我也,我也问不出更委婉的问题了, 那既然都是要造成这样的, 你就是要做到的东西, 就是也就是这些家属, 他们其实真正想要, 或者是这个社会真正的想要, 就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反而不能够太去想说, 哦,我怕伤害了他, 或者哦,他很可怜, 我就是报导全部要往那里倒, 所以,呃,在做报导的时候, 其实我是非常残酷,冷酷无情的, 在写这个报导中间, 我没有流过一滴眼泪, 对,就是这个是一个, 而第一个问题的回答, 那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是, 我怎么样从做人物的记者, 转做,呃, 这种比较调查报导, 是因为我其实已经厌倦了, 呃,之前在一周刊, 我之前在一周刊, 他有一个非常, SOP 的一种人物的写,呃, 写,呃,写,写法的方式,呃, 其实现在阿雄在了靖传媒, 他们还是继续用这样的方式, 就是要挖到这个人的内心, 你要挖到其他媒体都挖不到的, 就是要挖个那样子, 即尽所能的, 要让这个人赤裸,呃, 呃,老实讲我真的厌倦了, 而且我也真的觉得说, 一个记者凭什么, 其实,呃, 我, 我其实,呃,之前, 其实我之前也写过啦, 我其实, 我其实真的算是一个比较笨拙的记者, 就是很多受访者, 他们跟我说, 欸,这个你不要写出来, 我真的不会写了, 就是那个陈维婷, 他之前就, 他大概跟两三个记者这样讲过, 然后我就是属于没有写出来的人, 但这个就有其他的记者写出来, 对, 那我觉得我宁愿笨拙一点, 我也, 我也, 我厌倦了说, 呃, 你要一个好看的故事, 你要一个非常香甜多汁的, 就像一个水果, 非常甜美的水果, 但是, 你要让这个人赤裸的, 可能带着某种代价, 就是来到大家, 让一个非常戏剧性的, 哦,他怎么样大起大落, 所以老实讲, 我, 我厌倦了再继续当一个, 呃, 尽管, 我不会说我自己是什么杰出的人物记者啦, 但是, 的确, 的确那个是一个记忆, 呃, 技术的记忆, 术的意, 它, 它是一个记忆, 你是可以把它练到极致的, 但我觉得说, 我, 我现在厌倦了这个东西, 我觉得, 呃, 如果我真的要练某一种记忆的话, 我不想要, 对一个人, 我可能还是想对一个很盘根错节的, 事实, 或者是真相, 去做这个事情, 呃, 如果说, 对于采访的话, 因为我自己, 当然没有像这两位前辈, 他算我的前辈, 因为, 我常常笑声说, 我最佳那个, 摄影新人奖都还没拿过, 所以我永远都是西千人, 如果说, 对我说采访的概念,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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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的话, 其实我还是回到一个, 这个事情真, 就是你是用什么样的考量, 你是不是站在他的角度, 去做这一件, 采访报导的思考, 就是说, 那个通理心的部分呢, 我是会把它挂在身上, 所以呢, 我就会比较, 呃, 会比较释怀一些, 因为我觉得, 通理心其实是还蛮薄弱的, 就是说, 在当今这个社会的条件之下, 那所以我大概会用比较真, 用通理心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 那做起来会比较舒服一点, 这是我大概有分你的做法。 我觉得我蛮残忍的, 就是, 我讲一下我这两天在干嘛, 我昨天, 我先, 就前一天有那个, 越南的偷渡客, 在台南, 班副, 然后, 死掉, 目前确定的是两个, 然后还有两个, 我还没找到可能, 应该也没机会, 那我昨天还在台东, 我昨天, 前天我在干嘛, 前天有一个上岸的人, 然后他就很惨, 然后在病长上, 我就跟他聊, 就聊他, 他没赚到钱啊, 然后回家被老公打啊, 老公又取小三啊, 他在台湾赚的钱, 全部被老公跟小三挖掉啊, 然后就跟他绑这些东西, 把他的舱巴再挖开一次, 然后写他的故事, 他昨天在干嘛, 昨天, 刚好, 陈密密警官传的照片给我, 他就, 偷拍我, 他就拍我抱着那个受房子, 然后这受房子哭得非常惨, 然后他就抱着我在厕所里面哭了五到十分钟六吧, 可是我很烂紧嘛, 不是哦, 在他抱着我哭之前, 他是台湾的淘宝外劳, 然后他的父亲是这一次, 罪难的人之一, 他还认识, 然后那个认识柜呢, 他那个, 他们在冰儀館里面, 那个冰棍很高, 他爸爸在第四层, 才第三层, 很高, 所以他必须架别的踢上去, 然后站着打开, 抽屉拉出来, 然后他爸爸躺在里面, 他就抱着他爸爸自己哭, 就是从冰棍里面刚拉出来, 身上还有房租机, 那我在干嘛, 我就拉了另外一张梯子, 然后我就站上去, 就拿着相机, 不停地对着他, 跟他爸爸拍, 我就在做这件事情, 然后他的另外一个同乡, 就拿着手机在直播, 看他一直哭哭哭哭哭, 然后突然哭很惨, 他就这样站在那个梯子上, 抱着他爸爸哭了半个小时, 我就在他旁边拍了半个小时, 超美人心的嘛, 你知道吗, 残酷跟温柔是同的这件事情, 就像以前, 南方刚出来的时候, 就很多人会去问我说, 你怎么有办法去要求那些老人家, 去捧着一个他先生的营造母胎, 他说你怎么有办法做这么残忍的要求, 我就说, 我以前也仔细过这件事情, 可是, 你知道当一个记者, 你必须要很相信你帮得上忙, 你才能去做这种要求, 不然你就是在消费他而已, 如果你觉得自己的工作是毫无意义的, 不可能改变任何事情, 你就只是在混一份工作而已, 你去做这个要求, 那确实很残忍, 可是你必须要说服他也说服自己, 取得他的信任, 告诉说, 我只是想帮上你的忙, 而且我不是统计你, 我希望你的案子在一个更大的结构中, 可以发挥改变, 我没有要统计你, 那我觉得只能这样一做啦。 有发现, 讲到后来, 他们的杀气又回来了, 那种坚毅的感觉又回来了, 那当然这个是为了一个转折, 因为我们可以讲到, 早上五点, 但是我们还是要结束, 对不对? 我们最后, 最后再, 两个问题好不好? 好, 1, 给新人, 2, 好, 我想问一下台上的记者情分, 我做记者之后就开始, 就是有时候会觉得, 每天下班会觉得, 碰到那种很巨大的虚无跟原力, 可是就是有时候, 隔天还是会觉得, 都告诉你说, 为了影响还是要, 不错, 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消磨的热成, 是一个, 铅满在头空, 在铅满头空的过程, 就是我想问一下, 就是前辈就是, 在过去到现在的记者生涯中, 是怎么让自己, 就是有没有什么的作用呢? 或者说告诉自己, 就是怎么撑下来? 我吃什么药啊, 对, 带到他爱的味道, 就我觉得今天这个, 就有点残忍这样, 就是看到很多团火下来, 就前面是一些死灰, 对啊, 就是我想要知道说, 就是在这样子的, 心情上的转变的时候, 你依然是在, 会关心这件事情吗? 那你的, 就是呈现上, 或者是你想讲述的事情, 跟你当初就是, 怀抱着那种, 很想要做些什么, 那种热情上面, 有一些什么样的转变这样子? 就是你是怎么用, 就是你在影像上有什么改变, 然后就是, 怎么再重新看看这件事情? 因为他们阶段都不一样, 目前阶段不一样, 你可以问一下, 你们还算是有热情的人吗? 这就是本人, 来, 我们就顺便做个结尾, 一人三分钟, 好不好? 你怎么撑下来, 我必须要说, 我比较幸运, 我没有, 没有经历过, 跑Daily的过程, 但我只能够这样讲, 就是我其实很感谢, 现在在线上每一个, 跑Daily的记者, 包括我刚刚说, 我之前做那个, 心目屋大火, 他其实是, 苹果日报的一个Daily的记者, 先去赌到, 那个幸存的消防员, 问了他, 很关键的问题, 我才接着他后面去做, 所以, 某部分来讲, 我不太想要把报道者, 太神圣化, 或者是, 太特殊化, 就是我觉得, 其实大家都是在跑马拉松, 那只是, Daily的记者, 我知道真的非常的累, 但是, 的确你们是守在最前线的现场, 每天是在这样的, 非常细碎的过程中, 去捡, 去把它捞起一些东西, 让我们后面接力的人, 可以接力得上, 但是, 我也必须要说, 现在媒体的碎片化, 大家知道媒体都是资本家, 那种无限的这种即时新闻, 我后来在一周刊的后期也碰到, 所以就是说, 其实我觉得就是说, 你还是可以在里面, 我觉得就是还是想办法, 不要太燃烧自己, 因为有时候的那种碎片化, 它可能就是要充点点月率之类的, 就是说, 我想你们可能, 你们可能更需要去拿捏那个, 怎么样守在第一线, 但是, 又不要完全成为这种资本家的奴工, 就是这种充点月率, 或者这种什么叫的一个机器之类的, 我觉得在心境上, 我都是这样子说, 这个心情就跟景气一样, 有上有下, 那撑过去就是你的, 其实不要想太多, 你现在会高潮, 也会有低潮, 你会跌到谷底, 也会有横上高峰, 所以它就好像景气上下, 这个波动循环是不会变, 不会always都是一直是这样子的, 所以你把它想成是一个循环, 这样就很容易理解, 自然而然你就撑过去了,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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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该摆烂的时候就摆烂, 不好意思, 你唱的就是这个意思嘛, 对啊, 你一直崩在那边会崩掉啊, 你只是该烂的时候就烂, 然后我也不接受每天都看一些很负能量的东西, 因为我本身就负能量就很够啊, 我最喜欢人家说我好棒棒, 对啊, 我就很开心, 然后, 我觉得痛苦的人没有悲观的权利啊, 如果你觉得你很痛苦, 就你很悲观没有帮助, 你知道吗, 所以就摆烂, 然后清醒是痛苦的, 记忆就是痛苦的来源, 该喝醉就要喝醉, 就这样, 对啊, 我们谢谢房慧珍, 还有, 我们可以当做那个bonus, 好不好, 我们要让我们辛苦的民事, 我们先谢谢一下民事司机舰上, 来帮我们做免费的直播,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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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